尿神 废罪班局是私家的祖传宝贝 你竟敢私自逃去卖 我们私家容不像你这种品德败坏的杂种给我滚 妈 有生头东西也是有她的苦中的呀 她尿什么 私家是少的吃 还是少的喝了 我真是后悔呀 当初只能要吸引你一颗就够了 心仪 她犯了错就不难后 不要请她休息 妈 妈 我真的没有脱班纸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 你还敢救命 典当行的老板都已经指认了 别再叫我妈 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孩子 你都结关系 妈 妈 她跟我走 我会拼我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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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从小被亲生父母抛弃在固安院 你早就习惯了 不是吗 我会想起来 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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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已经死了吗 不然 怎么会看到谁呢 四爷 根据资料判断 他就是蒋有声没错 您在国外服役时的 战友间上司 江勋先生 他唯一的孩子 终于找到了 不要 不要跑下我 不要跑下我 我会在我边跑进去了 我保证 不怕 我今儿跟陌生的人涉亡 老天爷 二十二公里接来的 真的在老虎头上 把二十二个老有什么区别 我明天都没见过几次 怎么这么巧现在回来 怎么了 要是这件事 都当过期中的 我就死定了 还没回来 还没回来 佛祖保佑 落灵退散 一身酒精 彻夜未归 昨天干什么去了 霍叔叔 我没干嘛 我就是跟朋友聚会 不小心睡着了 在哪玩的 哪些朋友 我已经成年了 有交友自由的 你既然教我一声霍叔叔 那我就有责任 代替你的父亲管教你 交友自由 你的意思是 你想变成那种 喝酒 打架 夜不归宿的女生 你信不信 如果司夫人知道的话 他一定不会后悔 当初把你赶出家门的决定 别在叫我妈 从今以后 你不再是我的孩子 我们各级关系 所以 所以你也不信我 你也觉得我品德败坏 觉得当初那个班子 就是我偷的 不求 你放开我 霍叔叔 霍叔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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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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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你身上也有酒气 你这还吻痕 你昨天肯定跟那个野女人鬼混去了 放下来 你信不信 我咬你 你敢 等你有我能力 让我沉浮于你的时候 你也可以过 但是你现在没有 你只能乖乖地听我的话 别哭了 别哭了 进去把自己收拾干净 洗完 写份 见到 标腻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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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腻 挺胸 走方向 我怎么会进去 昨晚 你又偷跑的女人 帮帮我 我被人消耀了 我怎么疲惹 我怎么疲惹 四眼 坐好了 认真写 回来我要检查 凶什么举手 坐好了 西州 昨晚的女孩找到了吗 李小姐 昨晚那个女人还没找到 您昨晚也在包厢里 知不知道是谁 在四爷的酒水里冻的手脚 不知道 我昨晚也在找西州 谁知道她喝了酒 去洗手间就不见了 我也很着急 她还被人下了药 跟别的女人 我明明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没想到 她中了药 还能靠意志力离开 这是我的私事 你没事的话 就先回去 西州 黄巢那边的视频 查了吗 还没有 我现在去 嗯 不是在书房里面写检讨吗 怎么跑过来了 我 睡疼了吧 西州 这孩子是 阿姨 我不是孩子 我十九岁 念到二了 我在跟西州说话 都会主动叫人了 说明这检讨 显得有用 这有毛用 我才写十个字号 大魔王红小孩呢 是住在我家的小姑娘 虽然闹腾了点 但是没有问题 你家什么时候住了个女孩子 我有必要跟你解释 西州 我还有话跟你说 我们好久没见了 果然大魔王神明 也是这种 虚无狗 为他胸巴巴的管教 自己不也当着我的面 和情人没来有次 哎呀 亲爱的霍叔叔 你和阿姨先聊 嗯 我就像刚才一样 在房间等你哦 业远 东哥 西州 完了 我想管了他老师 我会生气 把我丢下楼去吧 不要 你还没眼光 想报复我 刚才管教你吗 你对我这么不满 妈 刚才不是叫我亲爱的吗 需不需要我帮你演示 什么叫亲爱的 小姑娘虽然调皮 我怕你不得 但是没事儿逗一下 都是挺有意思的 不停话 摔成膝盖 检讨都写一千个字 明天给我 二楼的星空被破坏了 看不到那个男是谁 怎么昨天他也在 四眼 现在在调查 黄超会所内的监控 有人黑进了监控系统 只有可能是 昨晚那个女人 追踪他 尝到他的具体位置 是 不好 他公布了系统防御 电脑内的机密文件 很有可能会全部泄露 怎么办 抱歉四眼 对方计算机的水平 大哥在我这上 算你运气好 走了 小小姐 这是要出去吗 四爷说 您受了伤 需要好好休养 我学校有点事 我出去一趟 还没吃早饭呢 看来痕迹都被打扫干净了 能在皇朝开顶级套间的 绝非普通人 还有那个黑客 有这种势力的会是谁啊 该不会是跟火西州也认识吧 抱歉啊 不好意思啊 走路不长眼吗 被你撞了一下 这件高丁又得容易 宋欣怡 真是冤家路窄啊 你来皇朝干什么 难不成是想解释一些富商 这道有钱人呢 确实多 坐底下的寝妇 确实能正义的 你需要我帮你接受吗 看来你对这类业务 很熟悉啊 怎么 曾经想做 打听过吗 我是私家小姐 一个月的生活费 够你买一部豪车的 你觉得我需要吗 是啊 你是私家小姐 可私家小姐 故意故人 给同学下药 绝以明论 这新闻如果传出去 你觉得 对你会有多大影响 下药的事 我找人买同问我 天空又提前弄坏 全城没亲自出面 他不可能查到证据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呢 如果你再对我的名誉 进行侮辱 我会让私家的律师 起诉你 到底是不是 你自己心里清楚 宋幸 我真后会当初在 孤儿园跟你做朋友 还为了帮你 跟别人打架 你不配 江右舍 你要干什么 我要报警 你最好祈祷 别为我查到一丝一毫 关于你的证据 否则 一定会让你摔得 身败名裂 昨晚牵控你 还成我能好好记住 自家上他这份样子 不是的 放开我 好疼 又生 都是我的错 求你别骂妈妈了 求求你 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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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竟敢当初对心仪 揍手 不是不把我私家放在眼里了吗 欺负你 你要不要问问你的好女儿 刚才都说了些什么 妈 昨天晚上 又生在这里被男人欺负了 刚巧碰到了我 以为是我害了他 妈 您别生气 又生只是他着急了 你自己到处鬼魂不自爱 还想谋蔑心仪 早知道你会这么多了 当初就应该报警抓你偷东西 这事要管死 也好过你现在这个鬼样子 那我是不是还要感谢你 当初把我丢在马路上 如果我命苦的 被车拈死变成不分鱼 晚上就可以飘去私下 跟你们谈心了 你胡说什么 你是个忘恩负义的 妈 江又生 你别太过笨 妈 我们不能再继续动龙他了 像他这种人 就应该送到监狱里 好好劳改一下 我又没关事 叫警察还能查查 昨晚那几个混混 我万一惊动我护习中 那我不是小明蓝宝 在皇朝报警 需要得到经理的同意 把你们经理交来一下 四爷 这事您放心 您只要交给我中午呀 昨天晚上跑掉那个女人 我一定帮你找到她 四爷 不好意思啊 确实不知道 私夫人和养女在这 这样我马上找人 把她们带上来 那个是我家小丫头 叫江永生 她贪玩二闹疼 以后留到皇朝来玩的时候 你多担担点 好好好 明白明白 那这样 我绝不会让江小姐 在皇朝受到半分委屈 我马上找人 把她请上来 把妈妈踢成这样 你还想走 行 干假就干假 我就算被皇席座走开 我还不能被这些人欺负 五哥 我们不是闹点小矛盾吗 怎么五哥还亲自出面 妈 上次我跟五哥碰过杯 他认得我 碰过杯 你就一脸春心忘样 皇朝都能当你爹了吧 江永生 你在这儿胡说什么 你知道五哥什么身份吗 五哥 谢谢您可以出面 我 让开 江小姐 您好 江永生 你怎么会认识五哥 闭嘴 江小姐的大名 也是你配叫的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拉入皇朝黑名单 终身放进 放开我 五哥 看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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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姐 您没事就好 四爷 还在楼上等你 这样 我带您上去 果然是大魔王的手命 江小姐 请发 站在门口 当门审啊 那个江小姐 怎么了 四爷 我总感觉 我昨天晚上 好像在皇朝 见过江小姐 你看见了 我昨天晚上 在这儿跟朋友 商量点事 我叔叔也是知道的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记起来了 四爷 当时江小姐的朋友 和一群混混 还差点发生了口酒 那 你们先聊 我就 那个 霍叔叔 你渴了吗 我给你倒杯水 给自己一刀一杯吧 毕竟从家里面溜出来 不太容易 肯定渴了吧 我就是出来散散心 顺便深刻反思一下 自己的错误 不知道怎么的 就走到皇朝来了 顺便进来看看 毕竟嘛 年轻人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 今天没有课吗 对对啊 周管家 江右生去哪儿了 四爷 小小姐去学校上课了 可乖的呢 撒谎 家规怎么写的 什么程度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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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 我 我说说 我真的知道错误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回家 你还没也够啊 够够够 也够了 茶叶男人的事情放下 忍不大 没老才是最重要的 霍叔叔 你消消气 你这么英俊晨气 可是帝都千万少女的梦 千万别让他们梦碎了 拍马屁也没有用 你们这是 四爷 李小姐知道您在这儿 她非要杀来 我拦不住啊 知道了 又生 又生 你也该懂事了 怎么能让西周抱着你呢 只让外面人看到了 对西周名声不好 我的事情轮不到别人之回 阿姨说的对 我自己能走 找我什么事 西周 你也是来调查 昨晚皇朝的事吗 我说过 我会处理的 我只是想看看 能不能帮你什么 不许哦 真的可以吗 嗯 别上枪 好 霍西周 脖子也在这儿 她脖子上的吻痕 是在这儿弄的 老师交代 今天跑到皇朝来干什么了 她怎么还没忘记这个事 我 我来跟朋友见面 他们在这儿聚会呢 难道是四家 又为难她 以后你有什么事情 都要及时跟我说 我作为你的监护人 是给你依靠的 要是让大魔王知道 我跟我说难事了 他不是要把我的皮扒了 啊 好 妈 会不会是幼生和五哥之间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够道 也许幼生出卖了身体 忽然像皇朝这种地方 他怎么可以随便进出 五哥还那么护着他 哼 这个白儿郎 他要真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早说被扒出来 丢脸 还不是四家的礼 西周 好久不见 你回国了 嗯 那既然回来了 什么时候方便 我跟孙叔叔约你吃个饭 咱们 我还有事 要不是霍西周 从不计女生 否则吸引你 倒是可以试一试 要是拿下她 我们四家 就可以挤身一流豪门了 可她刚刚分明搂着一个女人上车 远远看着 那个女人还有点眼熟 李大小姐刚才不是进去了吗 看她走了一拳一拐子 估计又再有什么苦肉气勾引火器周呢 不过是白费力气 哼 我不是让你给你爸打电话 跟周五说 恢复我和原身份了吗 怎么这么慢 既然会失去 那就说明不是你的 不值得你去在意 她说的是失去司夫人 这个曾经的妈妈 她在爱了 我才不在意呢 不过 我这么难受 她可就不能再怪我撒谎了 嗯 我会的 刚刚挨揍 委屈上了 没有 我不敢 靠边请车 她是突然有什么急事呢 这是给我的 谢谢霍叔叔 刚才还不是受委屈 闷闷不乐吗 怎么看到吃的东西 知道叫什么 我一直都知道叫啊 我可是很有礼貌的 我只是在想 怎么认错 才能让大方的男人不生气 大方的男人 是我家大方又帅气的霍叔叔 是我家大方又帅气的霍叔叔 我坐旁边吃 什么弄到你身上 车会晃 如果它掉了 就不宇再吃了 我 我们马上吃 我让学校铁克三天 你在家好好做一样 不用不用 我喜欢上课 天天待在一起 指不定什么时候又犯错了 还是去学校的 按照惯例大名王 应该很快就会回国外了 这两天 是个六年来 与他接触最多的一次 甚至他还那样抱着我 疯了疯了 我怎么会把霍熙粥的脸 带入那个男人 我简直当你不断了 慢点吃 开车 霍熙粥 怎么前后脚 跟我送红罩出来 落室的男人 不会是和他一起聚会的人吧 又生 早上好啊 哟 猫人这什么表情啊 嫉妒就嫉妒呗 搞得就好像 昨天晚上的事 谁不知道一样 啊 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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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事啊 昨天晚上在皇朝会所 某人一看见四夫人 就发了疯意 凑上去套近我 闹到最后 四夫人只好带心一线离开 玩都玩了 好了 莎莎 别再说了 大家都知道 江永生当年是因为偷东西 被赶出四家 一个无耻低贱的小偷而已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子 现在又想重新回到四家 真是厚礼癖 永生当年还小 他不是故意的 他偷东西 应该也是有能力 欣怡 你真是太善良了 怎么每次都不能说话呀 还有四家少爷 思玉 谁不知道 他喜欢的明明就是你 就连四夫人都说了 你和你哥哥 根本就没有法律 和血缘上的关系 你们俩以后是要结婚的 可惜了 江永生这个下子的东西 竟然一次次的去接近你哥哥 啊 思玉可是笑草 宋女神身为四家领回去 进行培养的明月千金 还是调香专业的第一名 他调香的冬日炼歌香水 可是火爆全网 他家给思玉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江永生怎么赶的呀 就是 江永生这么恶毒 又不知廉耻 四家当初啊 就不该炼养他 活该他被赶出去 你确定 是我接近的吗 我当然确定了 你跟思玉的聊天记录 我都看见了 那话说的 叫一个淫荡露骨 不堪入耳 哎 截图很容易造假的 要语音才准确 毕竟嘛 跟男人撒娇 还是语音最有效 啊 你什么意思啊 让你看看 什么叫证据 让你看看 什么叫证据 玉哥哥 求求你别告诉妈妈 你不喜欢我好吗 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没有四家 我活不下去的 求你可怜可怜我 玉哥哥 今晚爸爸妈妈不在家 外面打雷好可怕 我躲在柜子里不敢出来 你能来我房间陪我睡吗 就知道宋先生不会担心 还好我就忘了喝了她手机 宋女神私下里居然是这样子的 这不赤裸裸的勾引吗 江苏生 你这肯定是伪造的语音 太过分了 是不是伪造的 让你家主子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宋星仪 你不会 不敢吧 宋生 是我不对 当年你偷东西的事 我应该帮你瞒着的 你被赶出私家 我也有责任 可是 可是你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诬蔑我呀 你手机里的东西 到底有多钱本 但你宁愿给我跪下 都不愿意拿出来 自证清白 你赶紧把这些伪造的语音杀掉 莎莎 我被冤枉没关系的 就让宋生出了这口气吧 宋生 你怎么能故意伤人呢 即便你对我有意见 也不应该故意推倒沙沙呀 夏老师 这是江宋生推的我 他想追我于死地 你的好姐妹为了污蔑我 害得你头破血流 你还帮他说话 你不觉得你像个大傻叉 被人卖了还帮人使钱吗 你 莎莎 对不起 要不是为了帮我 你也不会受伤的 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 新衣 我们是荣辱羽公的好姐妹 江宋生 你别想挑拨我们的关系 小老师 我和宋生是多年的姐妹 没想到 他现在病成这样 你要罚 就罚我吧 新衣啊 是他动手打人 不关你的事 我马上 给他家长打电话 让他家长 教教你 怎么道歉 家长 万一火星庄在家 他不是知道了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是江宋生的家长 对吗 难怪江宋生这么紧张 原来是跟一个老头子住在一起 被老头包养的事情闹结穿了 像右舍 你绝望吧 幸好是坏了 四爷 四爷不好了 小小姐 在学校被人欺负了 夏老师 学校的走廊 只有一个监控能够拍到画面 这是监控录像 玉哥哥 这件事情说到底我也有责任 既然右舍不愿意道歉 那就让我替他给莎莎道歉吧 莎莎会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 不会计较的 谁做的谁道歉 江宋生 平时你在家里就欺负我们新衣 来了学校更是变本加厉 网自新衣多次替你求情 说你本性不坏 他既然这么高尚 怎么现在还一口咬定是我做的 不不好辩解的吗 而且 学校走廊肯定还有别的监控 这么大的事情 难道不应该多方监控 多角度取证吗 你就这么着急给我盯着 证据确凿 还在嘴硬 我告诉你江宋生 我已经报警了 事关重大 关系到新衣的名誉 不管你是不是在此家生活过 我都不会寻思 快快快 你去找牌了 江宋生 你完了 连理事长都惊动了 现在道歉也完了 要是那理事长 真的来了警察 要将莫学有的罪名强加给你 那我只能多用点手段 找出别的奖号 四爷 江同学就在这里 霍叔叔 完了 窗户又悲惨 大王肯定要生气 到底是多大的危惧 竟然这么闹腾的小话 周远来 有人欺负你 我会帮你全部逃回来 还是第一次 有人站在我这边 为我撑腰 霍西周 欧阳江又生了 不是个老头子吗 怎么会是霍西周 老师这是逼问 虐待他吗 是吗 没有没有 老师只是 只是询问了一下江同学 对吧 老师没虐待你 对吧 李事长 我们找到监控证据 就是江又生 推伤了孔莎莎 江同学肯定不是故意的 只是意外 不是意外 什么意思 难道他又跟其他人一样 认为是我故意杀了吗 的确不是意外 就是这个贱人退了我 他就是想杀了我 你 事情还没调查清楚 谁允许你这样和同学说话的 江又生 推倒孔莎莎这是既定事实 霍家和思家虽然老一辈有交情 但是也不能颠倒黑白吧 叶远 思家跟霍家有交情吗 思家和护士财团 的确有一些项目上的往来 但 思家是乙方 我们随时可以终止合作 除了走廊的监控 我们还调查了其他围观者拍摄的情绪 多方角度显示 是宋新仪推倒的孔莎莎无误 我们还找人做了实验 相关人体力学角度的佐证资料 也已经带来 江小姐 俯开孔莎莎的手 并非导致其摔倒的根本原因 四爷 这件事情是我们学校处理有误 我们没有找到完整的证据 我代表学校 老师 郑重地给江同学道个歉 事情既然调查清楚 我希望学校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处理 午饭时间到了 我们回家 嗯 杨永生 你凭什么能够一到霍西中 你给我等着瞧 什么情况 宋新仪 你涉嫌故意伤害 跟我去警局入口供 另外立即在学校公开 给江同学道歉 什么 李师长 我爸爸是司 我不管你们是谁 嗯 我走 啊 新姨 哎 谢谢霍叔叔 刚才帮我解外 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第一时间通知我 嗯 不许求助别人 那个师父 是谁 嗯 是教我用电脑的人 感兴趣 想转去相关专业 嗯 不想的话 那你还逃课一年 还让周鬼家 伪造考琴饼来拍人 我今天又是不去学校 你打算买我多久 江又生 我让你去上学 是不想让你混日子 当一个不学无术的人 我没有混日子 江又生 给我一个让我幸福的礼物 否则 家规主持 关于套课我无话可说 那就按照家规来吧 我甘愿受罚 你 那 四爷 这都 都是我的错 不怪小小姐 他逃课是因为 因为 还有你 你再帮他撒谎 你就给我回老乡 嗯 江小姐 你这是 匹伐 你要是敢放逝 小心四爷在你身上 以江小姐的实力 我可不敢掉以星星 来吧 四爷 江又生 江又生 医生 他怎么样了 江小姐淋雨过后 距离运动 加上情绪波动很大 导致发烧昏厥 打个退烧针 好好休息就好了 四爷麻烦你把 江小姐的胳膊露出来 不要 慧叔叔 我会听话的 你不要给我安乐死 你发烧了 这是退烧针 别动 不要 打针头 你现在身上还很烫 这个真必须的 乖 一会儿想不动 好 四爷 明天安一分钟就好了 嗯 来 不许动 你想出血是吗 你不许看 还知道不让男人看 不错 总算有个乖的地方 但不过以后在我面前 不必知道 小丫头骗子 我看了也没有兴趣 谁让你感兴趣 别动 好吧 你快走 乖乖休息 小小姐 好些了吗 四爷特意叮嘱了 让您吃点东西 再继续睡 感觉好多了 小小姐 四爷虽然严厉了些 但还是关心你的 就别怪她了 其实啊 她今天冲上台去救你 还受伤了呢 受伤 嗯 是她救了我 那她还抱着我 会疼的吗 小小姐 霍叔叔 我进来了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偷看的 你还不是故意偷看的 小丫头骗子 我看了也没有兴趣 谁让你点兴趣 有什么好看的 我不是没看过 你看过 看过啊 不过是别的男人 但是不止看了 还睡过了 虽然记不清了 可身材也好得很 江永生 你看过其他男人的身体 我没看清 我没看清 没看清 那你摸过 我 看来你还真摸过别的男人 是谁 你们学校呢 不是 江永生 说名字 你不想让我去你们学校 把男同学一个一个抓起来审问你吗 就老老实实告诉我 你敢 你别伤机无辜啊 跟他们都没关系 这世上没有我什么不敢做的事情 你今天要不老老实实交代 你就别想出这个相见 没有 我就是做梦梦大官 梦大官 你年纪也确实大了 想恋爱了 还想梦来 我已经成年了 想看男人也是很正常的 确实正常 不过不管什么难力 你想要接触的都要先带给我看 我这里不过关 我就不准许在外面乱谈恋爱 你记住了吗 嗯 记住了 那个 周管家跟我说 你为了救我受伤了 我给你伤药吧 伤口不处理不行 来 胡叔叔 你还有裙子了 胡叔 thou 你干嘛 霍叔叔 霍叔叔 你逃避伤又是不行的 大不了我再轻一点嘛 霍叔叔 什么人嘛 心里长得大魔王 四爷 对私家的合作项目已经全面终止 另外原定回A国的机票是明天的 是否需要延后 不用 哎呦 小小姐 这可别切到手了 想吃什么 吩咐一声就行了 我不是做给自己吃的 是做给昨天那个 替我起为的老男人 这管家 霍叔他醒了吗 四爷他已经走了 小小姐 告诉你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四爷他今天就回A国了 你又自由了 这 怎么了 明明大魔王要走了 为什么我开心不起来呢 优生 昨天我被警察带走 询问了很久 我真的知道错了 希望你能原谅我 想你优生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私家跟霍氏集团的合作都出了 妈妈骂了我一晚上 否则我才不会来道歉 喂 新衣昨天的确是失手推了我 不过她又不是故意的 她都向你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样 对不起啊 交友生 我这可是现两块的鞋 你去对不起就完了 黑钱 是啊 说对不起有什么呢 你真是太恶毒了 昨天的事 说白了还不是因为你先散布的不实谣言 闭嘴 玉哥哥 你怎么过来了 新衣 你哥哥肯定是来给你讨回公道的 毕竟 讲有深伪造的语音 对你哥哥的名声 也有影响 玉哥哥 那你说 我伪造了吗 玉哥哥 那你说 我伪造了吗 没有 我和 星衣是兄妹 她是个孤儿 所以 从小比较依赖我 语音的确是真的 但她没有那个意思 哦 你没别的意思 但不代表 别人没有啊 又生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别再往玉哥哥身上扯了 我看你就是嫉妒 西衣在私家过得好 不仅有哥哥疼爱 专业还是第一 西衣调制的冬日练歌 蝉联香水往销量前三 你连西衣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 那这是我初期的作品 不值得一提 初期作品就有这么大的成果 你这次报名的全国条项大赛 一定能够冠决 不像有些人 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冬日练歌 你怎么不问问你主子 那配方到底是怎么的 你什么意思 江小生 你发火不要乱说话 怎么 还要污蔑我们家西衣啊 哦 我明白了 你不会要说 这冬日练歌是你的吧 真是笑话 谁不知道呀 你是专业垫底 根本就没有调过香 好了 莎莎 别再说优声了 新衣 你就是太善良了 真不知道 C看上她什么了 真是野性 你再说一遍试试 你再说一遍试试 优声 别再让我听到你说四爷坏话 否则 江有声 你又要胡闹了是吗 我又没说错 你根本就配不上四爷 你有本事 你也参加调香大赛啊 我看 你就是怕被心一笔下去 还四爷知道 你是个不学无术的患者 再给你打十佳门 我让你接受 是不想让你昏日 当一个不学无术的人 好 调香大赛 我参加 莎莎 你没事吧 江有声 我已经迫不及待 看你出丑了 四爷那样的男人 我得不到 你就更不配拥有 江有声 今天上学去了吗 是的 小小姐还报名了 调香大赛 周管家说她一回家 就去了您 特地找人修建的 调香实验室 四爷 要回去看看吧 不必了 小孩子爱折腾也挺好的 不必时时刻刻盯着她 四爷 这次回国 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除了 那晚那个女人 还没找到 派人在国内 继续吵 好的 四爷 那我们现在去机场 你再有下一次 我就划了你的脸 不要 我错了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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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不要打我 不要 我错了 不要放下我 不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四爷 要飞十个小时 您的手机就交给我保管 您累了一天 在飞机上好好休息一下 四爷 是小小姐的 应该是知道您要登机了 来祝您平安 要不等降落之后 再给他回一个 霍叔叔 你哭了吗 我给你倒杯水 是我家大方又帅气的霍叔叔 手机 我疼 六生 你在哪 你受伤了吗 我疼 你在挑衅是吗 我叔叔 他已经走了 监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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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叔叔 我做了对不起 你不要有玻璃哥 我不要 监佑生 是我 是我 四爷 处理这里 是 不要 别过来 不要当我 四爷 您快去处理伤口 我来照顾小小姐 不用 你去告诉叶远 去查 监佑生 在孤儿院里 到底遭遇了什么 尤其是关于故宫的 是 不怕 你已经在家了 很安全 没有人在敢伤害你 我向你保证 以后 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 我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害怕失去 什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在我心里 也就这么 霍叔叔 我怎么会睡在你怀里 你快起来 怎么 利用完我 就翻脸不认人了 怎么小小年纪开始学当渣女 我哪有利用你啊 好 你没有利用我 昨天晚上睡在我怀里的人不是你 在我身上的眼泪口水都不是你的 好吗 不要当我 我 我先去洗澡 何鲜少 她是你养的小朋友 你怎么可能对她蒙收鱼的心思 难道是那晚 失算之位 居然在打魔王怀里剩了一夜 应该没做太丢人的事呢 我的衣服呢 应该已经走了 可怕 冒冒实实的 连衣服都不拿 光着跑出来 你不怕又生病打针啊 我哪有光着 差不多了 在男人面前这样很危险的 以后在谁面前都不可以这样 哦 十五分钟之后下楼 我带你去个地方 嗯 霍叔叔 你昨天怎么突然回来了 不是要回来过吗 有个小狗给我打电话 害我没有登机 那 你还走吗 暂时不走了 今天还要哄小孩呢 你才不是小孩 我们是要去哪儿啊 去一个治疗睡觉 断眼泪的地方 优生姐姐 优生姐姐 你看 优生姐姐回来了 小杰 慢点跑 优生姐姐 这个哥哥是谁呀 好帅呀 我知道了 那一定是 优生姐姐的男朋友 也不好 不是 你们好啊 把刚才买来的零食 拿去给他们分了 再多叫些人 送俩吃的过来 耶 不用麻烦的 这儿的冰箱不够大 买多了容易换 再送十台冰箱过来 看看缺什么 一起安排 谢谢啊 你不打算带我去参观一下 哦 走了 这就是我小时候住过的房间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天台吧 那中的还有菜呢 你要不要 不要 我叔叔不要进去 不要 不要 霍叔叔 我们走吧 这没什么可看的 你害怕这里 是因为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所以你害怕玻璃的声音 因为这个 你才逃避的挑向客 我知道 心里出现魔鬼 很可怕 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所谓的心魔 其实不堪一击 这点小事的干嘛 你是不是故意找啥 不是的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才给我一次救我 再有下次 你信不信我还了你的脸 嗯 你给我在里边好好开心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才给我一次救我 放我出去 又说 生儿 别跑 都只是普通的玻璃而已 不信的话你看看 嗯 嗯 我说是你 下次你要是再敢咬破嘴唇 我可不是单纯的亲你了 还要怎么亲 你想怎么亲呢 不想 为什么感觉如此 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什么样 我对他好像不算是 有人欺负你 我会忘你全部 你想要接他 都要先带给我的 我这里不过关 就不追求你 在外面乱看点 我怕 你已经在想了 原来我对你的菜 早已超出叔叔开业的仇 是吗 说好的负责动力 一辈子 害怕的事情 必须要止灭 逃避的话 只会被打败 这里只是普通的房间 地上的玻璃也只是死屋 生儿 别怕 我们一起去地上 把玻璃碎片捡起来 就当垃圾一样 从你的人生中扔掉 好不好 好像真的不那么害怕 小杰 你是哥哥 以后照顾好大家哦 姐姐下次再来看你们 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下次姐姐要带上姐夫过来哦 你呀 我看 你是被那些好吃的收买了 我们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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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什么 那个人怎么有点像 月寒哥 应该是看错了 他自从被零养后就失分 怎么会突然出现 像那些小朋友了 你放心 既然他们教我一生姐夫 我有义务对他们负责 叶元 收购那家孤儿院 找专门的人负责 是 霍叔叔 谢谢你 没事 开车 在花 protocol 你找俩 小 한�一点 专门的人负责 creators people 不 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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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难道以后我想继续调香,就必须霍西周陪着吗?该不会,他一定要特来吻我才行吧? 那怎么样才能让霍西周再次吻我呢? 要不我直接跟他说? 反正是为了我的学业,他应该愿意牺牲一下下吧? 是 喂,你好,请问是哪位? 喂,你好,我找霍叔叔 你是幼生啊,我上次在西周家里见过你,还记得吗?西周现在跟我在一起,不方便? 哎,李阿姨,你帮我跟霍叔叔说一声,我有事找他 我会的,只是西周在跟朋友聚会,待会还要带我去买礼物 请你先不要打扰了,我挂了 等等 什么人嘛,自己在外面跟阿姨逍遥快活,连电话都不接 我又聚会 我睡过的男人不会也在那吧 叶远,霍叔叔现在在哪儿? 你昨天不是回A国吗?怎么还没走? 有点事耽误了 西周,你脖子那是 哦,看来是被如期耽误了呀 西周,这是乡有声咬的吗? 发生了点事 有声他为什么咬你? 他做了什么事情惹你生气,你们吵架了? 这孩子,虽然势力已经盼到了些,但是他 没有,小朋友潘尼琪,闹得了点 哎,门女,我从你一进门就注意到你了,可以加你个联系方式吗? 我没有手机 别那么无情嘛 西周,那不是幼生吗? 他还在上大学,就在会所跟男的拉拉扯扯,会不会不太好? 偷偷偷偷偷 你怎么跑来了? 射凭 刚才我有急事找你 可是这个阿姨接电话 她说你在给她买礼物 没空管我 游叔叔 你以后不会都不管我了吧 我怎么不记得 我在给你买礼物 西州 刚刚你在忙 我才帮你接的电话 可能是我说的不清楚 让又生误会了 我不喜欢别人替我做决定 对不起西州 但是刚才的情况 真的很危险 又生这么大了 也应该懂得 怎么应付男人了 不然 就让他来我家住几天 我们都是女人 这方面 我就要与他也比较方便 我的人 轮不到别人说一个词 西州 不介绍一下 你好 我叫萧又生 沈谦 似乎有那么点儿像 难道那天晚上的男人是他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怎么 小男人 想到我朋友 审舍了 没有 我就是看 那个人有点眼熟 我好像 在你回国那晚 在荒场见过他 沈谦配不上你 所以那晚沈谦的确在荒场 嘀嘀咕咕什么呢 我说 你女朋友也配不上你 我不喜欢他 女朋友 小朋友这是在为我知罪 既然你知道我有女朋友了 那你还盯着我的指导 欢迎我亲你 什么时候 我才没有 但是你搞错了 我现在没有女朋友 真的 真的 但是一直我不谈恋爱的话 不结婚 不生孩子 以后我老了 谁给我养老婆 我养你啊 再说了 霍叔叔你又不缺钱 你可以找护工的呀 钱倒是不缺 但是护工不太行 我不喜欢 不熟悉的人靠我太近 所以我要找一个 我熟悉的人来伺候 我来伺候你啊 你救了我 我伺候你是对你的不报 不能推脱的 而且 我你还信不过吗 伺候我 可不是你想的 那么简单的事情 是洗澡 都得需要 错被的那种 这有什么难的 我之前在孤儿院的时候 还帮隔壁村老奶奶 养过猪呢 我经常给这 洗澡错被的 我可拿手了 开车 那晚那个男人 到底是不是省钱 我看得干巴巴的 身材没印象中那么好啊 难不成是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都怪那个阿姨 被她搞得正式的忘了 不行 我还是得找机会验证一下 到底是不是因为活血症 河东摸摸摸的在门口干什么 有事求我 霍叔叔 那个 既然有事求我的话 那你是不是应该拿出点诚意 你不是说要伺候我吗 帮我写澡 这段提前练一下 你不是在车上说 这都是你应该的回报吗 还不过来给我更衣 要是拒绝的话 那你求我的事情 别拒绝了 也不知道 他愿不愿意为我的血液而牺牲 要不 先下手一抢 小朋友 你胆子肥呀 敢偷恩我 我没有 我是在给你血 你可别多想 还撒谎 说实话 等等 我说 就是 那天 你亲我之后 我发现我对玻璃声的恐惧减少 可是今天试了 还是越来越怕 我就想说 你亲我 会不会有效 他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才 但是我这都是为好好学习调香 读书人 读书魂 我是爱学习 而且 田牧医生 hm 小傻子 接吻不知道换亲了 另一位完 我你就跑了是吧 我 你把我身上抓了这么多痕迹 明天我要去谈事情的话 别人问起来 我怎么解释 你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 我不知道 火锡粥的碗果然有用 这款消水很快就可以调配完成了 喂 洛北 听说你在学校跟宋欣怡闹了一场 还惊动了家长 没事吧 你旷课的事情 有没有被发现 被发现了 不过没事 而且我现在找到办法 可以克服玻璃的声音了 我能调香了 真的太好了 如果预寒科知道了 也会为你开心的 我今天在孤儿院附近看到一个人很像郁寒科 你有空帮我查查 周管家说你在实验室里面认真研究 你跑过来打电话了 郁寒科 什么科 是跟你一起在孤儿院长大的人 你喜欢他 不喜欢 他跟洛北一样 都是我儿时的朋友 没别的 我给洛北打电话 也只是告诉他 我能调香而已 你玩 虽然还没完成 但是已经有进展了 不错 记住我的话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谈恋爱 知道了 不过 这还有霍叔叔的功劳 所以 为了调香 你还想继续跟我合作接吻 毕竟叫我一层霍叔叔 本打算慢慢让小家伙 接受这种感情的转变 既然你主动要求 可以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什么条件 第一 你每次跟我接吻的时间 不能低于十分钟 必须让我进行 不然的话 我身体会产生影响 你还真是为了你自己的刻意 其他的都无所谓 好 第二 你问我一次 我要锁回三次 三倍的回报率 对我来说 是能接受的最低限度 我做生意 始终是追求十倍的回报 看在你是我亲自救下的那个人 我已经给你農民众 我已经给你打了三种 不 물론 不同意的话 那就算了 我同意 那合作愉快 时间不早了 回去休息 获喜忠 用帮助他掩盖自己的心思 步步谋划 让小家伙叼进陷阱 你还真是合理 霍叔叔 那个 我给你发的消息 你看到了吗 没有 我要去公司 很忙的 江永生 你又想利用完我就跑是吗 那你还要干嘛吗 你知不知道接吻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合作 既然是合作 那按照条件 我所回忆则不过分吗 不过分 我要去上学了 四爷 您回国那晚跑掉的女人 有线索了 根据当天路上的监控显示 她翻出会所后 叫了一辆出租车 但是是让驾驶员下车 自己驾驶的 看起来车机不错 或许有赛车经营 继续派人调查 一旦发现踪迹 立刻报告 还有 找到这个人之后 我会亲自让她消失的 记住 不能向江永生透露半个字 是 同学们 根据今日所学 自己可以尝试 调一款简单的香水 嗯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某人今天居然没逃课 你确定你今天不会发疯吗 要是出了丑 可千万别连累 欣姨 莎莎 又生不能调香 是有原因的 不能调香 还来参加比赛 你是觉得 自己不够丢人吗 比起给别人当狗 比起全校公开道歉 我觉得不丢人 你 莎莎 欣姨 你今天别拦住我 我非要撕了这个人的嘴 不好意思大家 我刚刚不小心打碎了一瓶精油 她怎么不害怕 又生 希望没有影响到你调香 我把我的给你 给 欣姨 就算你把你的给她了 她也调不出来什么东西来 倒是你 说不定啊 这次随手一条的香 又能火爆全国了 没事 给你 谁说我挑不出来 撞模作样 我带我看看 你能搞出什么鬼了 她不是一直逃课吗 能捣鼓出什么呀 分明是在乱搞 简直是浪费材料 小老师 这是随堂小册 您还满意吗 这 这 小友生从开学至今都没跳舞弦 她呢 怎么可能 欣姨 这不是你东人练歌的味道吗 要不是这里 缺少几位重要的原料 尾调啊 还能更像你 你肯定是偷看了我心仪的配方 挑出来有什么好得子 你还知道你自己的作品 莎莎 又生能复刻出来 已经很不容易了 抄袭有什么不容易的 无耻 冬日练歌这种畅销香水的配方 都是保密的 我从哪脱开了 那 你是 凭借自己的嗅觉 调制出来的 怎么来的 宋馨仪最清楚 对吧 六人前辈赶出死架时 我根本没意识到是宋馨仪搞的 在徐秀重逢后还傻乎乎的 跟她当了一段时间的结 在家我好生徐宋 天哪 又生太好玩了 我会帮你上交去比赛的 嗯 一款香水碰清一个人 损失都是不大 那是属于我的 我迟早会跑 好好准备比赛吧 小小姐 叶助理 其实早上我跟霍叔叔我们俩 小小姐 我都懂 您放心 以后您和四爷那啥 我会打好掩护的 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 我们要去哪吗 哦 去新开的SG商场 是霍市财团旗下的顶级商场 四爷呀 让我带您去体验一下 哦 哦 对了 这是商场创始人黑卡 全球呀 仅有四爷之一张 用了它 在商场里买东西 可以无限刷 小小姐 上车吧 嗯 喂 合作对象 到上场了吗 在路上了 可是我不知道买些什么呀 开业第一天 有很多地方有待考察 所以需要一个市买员 提供用户 购物体验的一些参考 有喜欢的都可以买 不要舍不得花钱啊 哦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的 除此之外 你别忘了第二个条件 你今天早上 在车前请问我一次 我需要索回三次 可是 你已经亲过来了呀 在车门上 还亲了好久 那就算两次吧 还有一次 你现在隔着手机 亲吻一下 就当够消了 不愿意吗 那等见面的时候 我再向你走回 结婚伤 你 优生 优生 莎莎 你就别再慰忧生的事生气了 她打小就是那么个性格 待会儿我香水宣传结束之后 咱俩再好好逛逛 正想送你个礼物呢 好 对不起 没长眼睛吗 你知不知道她这条裙子多少钱 真是晦气 连这种低下的人都能进S机商场啊 也不知道身上带了什么病毒来 对不起 我帮你擦 宋心仪 小北 这么巧 你怎么开始送外卖了 没有念书了吗 没念书又怎么样 你念了书 还变得这么狗心 把右手踩在脚下 爬上去感觉怎么样啊 心仪 你没事吧 一会儿宣传会就要开始了 还有你 你怎么跟心仪说话呢 宝安呢 放开我 小北 你有必要这么对我吗 大家都是一块长大的 你有必要这么偏心吗 当年 右生他偷东西 人正物正齐全 是明明一块长大的 你却变成了一条 自私自利的毒蛇 原来 你就是江右生的那个小偷朋友啊 真是垃圾 你不过就是个下等的外卖员 有什么资格指责心仪 我告诉你 心仪的这条裙子价值二十万 而且 这种材质也洗不掉 你至少 要赔十万 十万 你要是不赔钱 我就把你送去局里 慢着 区区十万 也值得宋小姐这么计较啊 江右生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还区区十万 有本事 你帮他还啊 这有什么难的 放开他 右生 这件事你就别撑户了 没事小北 我能搞定 小北 我也不是想故意难为你 大家都是儿时的晚伴 我也不想闹得那么难堪 况且 右生 你现在竟然离下 要是 你把四叶惹得又不开心了 你就又无家可归了 我差点忘了 你现在 可是棒上清楚了 我和小北 都是在泥潭里挣扎 只有松心仪 你混得最好 冬日练歌 销量第一 你每个季度 应该能拿到很多粉红吧 那你一定超级有钱的了 那当然了 新衣每个季度的销售分红 就有上千万 积累下来 怎么样有几个亿了 哇 好厉害啊 那你一定 不止是来宣传销水这么简单 肯定是要购物的 是不是像电视里面 那种附加千金一样 一刷就是好几千万米 是 我是打算买点东西 这么巧 我今天也是来购物的 但是吧 我眼光不太好 不如我就跟着宋小姐来买吧 你可别打住脸冲胖子 你不过就是一个工人消遣的玩意儿 人家能给你什么零花钱 我看啊 你跟你这个外卖人朋友一样 只买得起奶茶吧 既然你这么说 那不如这样 今天不管宋女神买什么 我都双倍加工 奉陪到底 但如果是宋女神先停下来 那你们 就要给小北鞠躬 道歉 看起来 霍西州是给了她些钱 不过 她还真当自己是霍氏财团的女主人 她要是花多了 惹怒霍西州 我都要看看她怎么收成 但如果你先停下来 我要你在学校广播承认 那天莎莎的伤 的确是你造成的 成交 那个包帮我包起来 好的 家药商 这个可要七十万哦 就它吧 一百四十万左右都太重了 这个两百万的还将主吧 刷卡 小姐 您这张卡不能用啊 你是在逗我们吗 这张卡连银行的名字都没有 你该不会是玩具店买的游戏卡 有声啊 要不 我赔他们十万吧 这件事因我而起 别担心 我打电话问问 喂 叶助理 这张卡不能用啊 哦 好的 江右生 希望你能遵守刚刚的承诺 在学校广播里面承认 莎莎的伤的确是你造成 哪位是江小姐 就是她 哦 你该不会是偷了别人的卡 现在你在这竹竹章上门来了 江小姐 您这张卡需要激活一下 可以正常使用了 祝您购物愉快 你也就能拿出来这么点钱了 新姨 你快看看 还有什么喜欢的呢 嗯 那个女士手表 帮我包起来 好的 呀 这表才两百万 宋女神 配得上你身份吗 你不卖点好的 给我换那块五百万的 双倍可是一千万 江右生 你的卡快被刷爆了吧 一千万的表 我西装会不会嫌弃 就她了 小姐你眼光真好 这是我们店里最高端的产品了 要三千万呢 这就给您包起来 怎么可能 宋女神 继续挑啊 你才花了五百万 得再赌一千万才行 她不会是 没钱了吧 我 我想买的都已经买好了 我是个不想浪费资源的 那你送莎莎一条钻石项链不 她一直帮你说话 你不感谢感谢她 我看这个就不错 才五十万 对你来说 不就才五十块呢 星爷 你不是说 要送礼物给我吗 我看这条钻石项链 就挺漂亮的 我喜欢 星爷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其实你不买 也没关系的 宋女神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答应的事情怎么会反悔呢 给 赶紧刷 这可是宋女神送给她最好闺蜜的礼物 小姐 这张卡的余额不足五十万 星爷 这 怎么可能 你不是私家最受宠的养女吗 让你妈过来给你送钱啊 对啊 宋女神 要不要我帮你打电话呀 对啊 宋女神 要不要我帮你打电话呀 江右生 你给我闭嘴 星爷只是没有把钱放在一张卡里而已 你别得意 不管怎么说是你们打赌输了 现在给落北鞠躬道歉 上我给这个下线的外面员道歉 休想 这店里应该有不少监控 怎么 宋女神玩不起 怕不是想上热搜吧 你怎么可能这么有钱 你肯定是个骗子 跟我去警局 我倒要看看 你这张卡到底是哪来的 你 住手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是来监督你 看你有没有完成我给你的任务 他们又欺负你了 四爷 我们只是想劝右生 不要乱花钱 毕竟三千万不是个小数目 就算你给了 你有什么资 管他花我的钱 还有你 这么多 才花出去三千万 你是嫌我钱 我舍不得花吗 没有 我是自己格局不够大 霍叔叔 宋女神想给他朋友买过五十万的项链 但是付不起钱了 要不我们帮他买了吧 叶远 去联系四夫人 叶店又没有破产 何至于让羊女出来丢人谢远 连五十万都拿得出来 是 四爷 你不要联系我妈妈 我自己能想到解决办法的 放心吧 四夫人是不会怪你的 不过事已至此 是不是该履行刚才的赌渊了 又生 我们和落北从小一块长大 这中间虽然有误会 可是 你何必斤斤计较呢 一个想毁约的人 竟然说别人斤斤计较 思江还真是会管教孩子 我 我为刚才的事 向你道歉 星云你 我知道了 但我不接受 我们走吧 小姐 您的东西 谢谢 星云 对不起啊 我不该要那条钻石项链的 没关系 本来就是我答应你的 没能买给你 是我不对 莎莎 你先回去吧 我妈妈 送我回去了 嗯 听说你跟江云生比赛刷卡 花了六百多万 妈 这个事是江云生挑唆他的 不能全怪心仪啊 哼 之前就是因为他诬陷江云生 害得私家与霍家的合作没了 亏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而他有六百万 竟然不上交 还大爽大脚的挥霍 这 妈 星云不是故意的 换了这么多钱还不是故意的 养他这么多年 他不说报恩 也万不该出离私家 不是还有多日练歌吗 除了多日练歌 其他什么都没有 你要再不想办法 给私家带来利益 就去给我商业联姻 好歹 能对私家的生意有所帮助 胡叔叔 我跟陆北有事要聊 我在车里等你 嗯 刘长 你之前说他是大魔王 我还不相信 不过他看起来 确实有点不太好相处的样子 你这些年啊 一定过得很辛苦吧 其实他人还行 你要跟我说什么 郁寒哥的下落又没目了 他最近的确去过孤儿院 但没人知道他住在哪里 在做什么 园长说他看上去 好像过得不太好 但是既然他出现了 就一定能找到 嗯 辛苦你了 嗨 你找他找了这么多年 我跟他又是朋友 我一定会经历的 没想到 将又生辈着霍西周 在电子别的门 不要告诉信心 哦对了 赛车俱乐部那边说 周末有场比赛 说奖金不少呢 问你去不去 当然去了 霍西周虽然收购了孤儿院 但是我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让孩子们过得更好 走吧 你似乎跟你朋友 有很多话要说 没有 我就跟他聊了聊 刚才发生的事情 霍叔叔 久等了 聊表歉意 解花献福 希望你不要介意 三千多万 你就买这个 你自己的呢 买了个包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 改天拿去退掉吧 收着 以后要经常购物 女孩要学会自己买东西 不然以后的老公 挣钱做什么 对啊 我以后还要嫁人 怎么能 跟十安我的叔叔 松了呢 你干嘛 你干嘛 每次聊到以后的老公就愣神 怎么 已经有人选了 没有 还想赢了你 我只是在想 霍叔叔 以后还要交女朋友 我也还要嫁人 就不能再亲戚了 不合适 你的香水 你的香水已经配比完成了 不需要我了 还没有 我们的合作只是暂时的 就不必要有那么多的顾虑 更何况 我又不需要你来对我负责 我只是单纯的支持你的学业 不是吗 到家了 我要去调香了 不是还需要我吗 叫你个手 别想 留在我身边 我会先走了 是因为我难道在面前之后 没有吗 怎么感觉到生气 可能我真是表情 真不知道该知道 还是不容易 好了 别再让我胡乱讲再见 四爷 昨天晚上 青城山赛车俱乐部 有一场比赛 那个女人 跟赛车有关的话 或许会出现 要不要 去看看 这件事情要尽快解决 派人去留意一下 姜温生身边的男人 包括落北 还有那个失踪的预恒 好的 四爷 田江 他就是田江 听说他很厉害 很低调 平时很少出现 田江 今晚你当我的伍伴 我那辆跑车送你 什么活 多少钱 高高吧 对方想来体验一下 赛车的自己 人在那 西州 我从中的网友连机 看到爸爸的喝酒 你就是田江吗 怎么不过来啊 好的 再说 难道 抱歉 四爷 对方计算机的水平 大概在我之上 嗯 是教我用电脑的人 黑客 赛车 江温生 还有什么事 不知道 大家好 我叫田江 田江 名字不错 说起这个 我记得西州家里 那个女孩 就行江吗 前几天 又生 才去SD商场 花了三千多万呢 我都不敢这样刷看 好羡慕啊 是吗 那他可真幸运啊 你和他 见过几面啊 可不可以跟我讲讲 他的事情 既然问到我家小朋友 不如问我 来 坐我旁边 我讲给你听 真的可以吗 霍先生 吃水果啊 这位小姐 西州她有洁癖 不吃别人喂的东西 是吗 霍先生 不是 怎么 喂个水果而已 怎么脸红了 可能是霍先生 太帅了 我紧张 那就多喂几次 习惯一下 橙子 他在外面这么浪 还不知道 会多什么 我现在都说 听说田江小姐 赛车技术很不错 不如跟我比试一场 如果我赢了 你要彻底退出 帝都的赛车圈 这条件听起来 我好像有点吃亏啊 那 如果是我赢了呢 你好像很喜欢西州啊 你可以问问他 愿不愿意当众闻你 西州不敢问他 你就 不用问了 一个问 你赢了 我就给你 西州 就这么喜欢 这个刚认识的女人 算了 这至少说明西州的江佑山 也只是玩玩了 这些女的 穿这么暴露来赛车 不就是不自爱 想来勾搭有钱男人吗 虽然霍先生答应了 但是我想要的赌注 不是霍先生的问题 要不这样吧 如果我赢了 李小姐 你也穿成那样热乌一般 我都赌上我的职业生涯了 这条件不够分吧 行 就这么收定 看来是无福销售 霍先生的吻了 田江小姐 若是赢了这次比赛 这个吻 我照样给你 毕竟是你赌上 你的职业生涯 加码 也不算过 还是不麻烦霍先生了 不麻烦 毕竟你刚才喂我水果 比赛往来吗 这个赌注涉及到我都滚 我陪田江小姐看 一个野鸡选手 也敢跟我的 主席啊 你开慢一点 不过田江可不是什么野鸡选手 他在这一带还是挺出名的 出名 今晚之后 我要让他在帝都出名 怎么 不想赢啊 要赢啊 不急 走在前面的 未必是冠军 看来你很期待我都滚 跟我家小朋友里 昨晚都很丑痛 我 你怎么了 别影响我开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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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 愿赌服输吧 林夏大小姐不会玩不起吧 跳舞 跳舞 西周 我 我没有兴趣 不会看她 西周 如今在这种场合跳舞 你让她以后怎么在圈子里混下去啊 谁让她答应赌约的 怎么 输不起啊 算了 我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 这样吧 你 代替林小姐 剥掉上衣在这走一圈 也算给在场的姐妹一饱眼福了 行 怎么感觉 身材没那么晚上的男人好 或非不是她 看来我重新穿了 不是说喜欢我吗 怎么一直盯着别的男人可 四眼要稳钱教女神了 四眼要稳钱教女神了 亲一个亲一个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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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小男女 是 为什么要欺负我 你这伎俩 比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还要拙力 你 田江女神干的 不至于吧 她秀如人还要秋后算账呢 管她怎么回事 田江女神帅就完了 你们怎么帮她说话 明明是她欺负了我 李小姐 容不进的圈子 就别硬容了 没用 田江 看在我刚才力挺你的份上 加个微信呗 还有我 去哪 后山酒店 酒店 带着你换身衣服 湿的穿着不难受 而且这套衣服不适合你 四爷 没想到能够在这里遇到你 真是缘分的 西娇的地皮 天天不让我们谈恋爱 自己还不是死生活活的 那张嘴都不知道 情过多少 我去趟洗手间 你们聊 田江小姐 车技不错嘛 有空教一教我 这个要看天赋了 李小姐我教不了 那我都是 真是缘分的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拿了我的酒 不喝就想走啊 虽然 我没有遵守赌约 但你也同意了呀 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 我们不是来换衣服的吗 霍先生 你这样不太好吧 强迫可是犯法的 供应男人不犯法吗 我哪有 没有 你裙摆开叉 胸前都这么多 你知不知道那些男人 看你的眼神 多想偷偷 只要稍微有点诠释的男人 就能把你弄到这间房间来 并不现在 不可以 我不敢了 不敢什么 我不是故意勾引你的 是李如希他阴阳乖气讽刺我 我才 为你水果祈祷的 这重要吗 重要啊 那不是你 我明日我猜不见 早晓得了 我是江有声 我家小朋友 才不画这种装 穿这种装 我们继续 霍叔叔 我真的是江有声 我们不能继续 否则 会天打雷劈的 有什么天打雷劈的 因为 你是收编我的霍叔叔 而且 曾经还是我父亲的战友 保重谢了 嗯 四眼 那晚上的女人找到了 你 你又把她带去酒店了 那 小小姐怎么办 她会伤心的吧 我不会让她伤心的 天打雷劈 看她这么抗拒的妖精 还是先不告诉她 否则若是知道 我对她动了心 恨 她把手会喝过吧 郭叔叔 过来 洗得还算干净 以后不许化弄妆 不许打扮成那样 赛车很危险 你应该知道 任何有危险的事情 我是不允许你去做的 喜欢赛车 开车的时候很刺激 像是在发现 可以帮我忘掉一些 不开心的事情 以前 是因为这个 才喜欢赛车的 那以后要去赛车场 必须要得到我的准讯 并且 由我被动 记住了吗 谢谢霍叔叔 做错了事情还敢笑 还有 你除了赛车 还有没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特别是关于男人的 没有 真的没有了 别让我知道 否则 以后大事小事 一定都向霍叔叔会吧 明明每次的 母亲在我身边 都会吃醋的对 可为什么 小姑娘是很愿意的开心 到底怎么做 就能让她感受到 对她的感情 时间不早了 带了睡 霍叔叔 要不我们 再开一间房吧 今天俱乐部人多 房间都住满了 那我去睡沙发 哪有大人 要小孩睡沙发的 你老实给我躺好了 我去睡沙发 霍叔叔 你怎么咳嗽了 小枫喊 为了让你睡舒服 我今天睡沙发 反正就这么一晚上 大不了就是冻肝包 没事的 我们还是一起睡床吧 我们还是一起睡床吧 反正床这么大 中间放个枕头 各式一边也是可以的 霍叔叔 霍叔叔 可以了 我总觉得 大魔早就认出来了 那个人不是沈浅 又会是谁呢 帝都睡了 圈子就这么大 难道那天晚上 大魔那圈上还有别人 我得再查查 那圈子的状态 是有领导的像药 幸好 那个人是我 只是不知道 当你得知真相的时候 是不是也不成功 不过 若是想改变 和想和您的关系 这会是什么积极 我怎么会睡在你怀里啊 昨天晚上你睡觉踢被子 把楚河汉戒毒提起来 不仅如此 你还一直凑过来 要抱着我睡觉 害得我都没有睡好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今天可是有个重要会议 这中间我要是打瞌睡 都怪你 那 要不我去你们公司吧 给你买咖啡 给你按摩提神 就当是补偿你 这样就有这个查查 游戏中 回国面第一晚 是一句话 我还让他们睡着呢 好啊 那我期待你的更新 小小姐也在啊 四眼 会议准备好了 嗯 在这里乖乖等我 嗯 先把监控给它黑了 再查一查那天晚上 活锡周的联系名单 快快快快快 我的人明明说 西州和田江过夜 还把他带到我公司 认了 哎呀 江又生 你怎么在这儿 西州昨晚带回来的 你是田江 是我又怎么样 你昨晚化妆成那样 是故意害我出丑的 李阿姨 我在赛车圈的名字 一直都叫田江了 而且你忘了 昨天是你主动挑战的我 真是灵牙 厉耻 欠缺 管教 西州 你有什么资格管教我的人 不是那样的 我的办公室 怎么随便放人进来 四眼 我让底下的人以后注意 你以往散布谣言 我都是考虑到咱们两家的合作 不做理由 但不代表你可以肆无忌惮 叶元 对外澄清 霍家和李一家 没有联姻的当作 从此 我们两家 没有任何的合作 叶元 对外澄清 霍家和李一家 没有联姻的当作 从此 我们两家 没有任何的合作 是 西州 对不起 宋科 李小姐 一切都是因为你 我不会让你得逞 没事吧 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就算你不来他也打不过我 不错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直接动手 后期的问题交给我出来 知道了 会说说你最好了 叶助理 比赛刷卡的事 我已经教育过心仪了 今天特意带她过来 是想给西州 不 给四爷来道歉的 四爷现在有事 不见客 叶助理 能不能麻烦你转达一下 毕竟两个孩子 从小就认识 希望四爷 不要介意 还有 四家与霍家的合作 能不能恢复 毕竟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 实在没有必要 四夫人 四爷的决定 从不会改变 就以为你跟家有生的问题 害得四家与霍家的合作 损失了好多钱 这次挑衷比赛 你必须拿第一 还发一款 比东人灵格还要上香的香水 否则 你就去商业联姻 四家养你这么大 你也该支援图报了 哼 心无声 都怪你 我会放过你的 夏老师 调箱比赛过两天就要开始了 我想着能不能让参加比赛的同学 借用学校的调箱室进行集训 有您的指导 大家会对比赛更有把握一些 心仪啊 你想得很周到 我这就通知他们 谢谢你 谢谢你 萧老师 将你有事 你个贱人 我要你付出再一份 遇到怎么样 赛前集训 我要去学校一趟了 要调箱 不需要我吗 需要 那就自己主动一点 一切都是为了学业嘛 我做的 我不是第一次这样 可恶 真无声 你淡定点 调箱大赛即将开始 这次的比赛是全国性的 比赛的调箱室 都是行业的顶尖 所以把大家集训起来 就看看你们准备的如何 不管是成品 还是半成品 都可以让我试香 我可以针对性的 给你们提出改进的意见 萧老师 我们以前好像没有赛前集训的先例吧 这是心仪的主意 虽然她实力相当 但是为了学校的荣誉 她主动地提出集训 有个小搞什么鬼 好吧 大家开始调箱吧 萧老师 我都调好了 好 清面太冲了 后面温柔一点 好 味道太杂了 心仪 好了吗 嗯 好了 似乎没什么特色 心仪 准备好了吗 这还是个半成品 萧老师 我的差不多也完成了 帮我试试呗 你能调出冬日练歌 这真是你调的 给我闻闻 我怎么觉得比冬日练歌还完美啊 那我还有参赛的必要吗 又生 你最近幸福真的很大 很期待你在比赛时的表现 我也很期待呢 萧老师 谢谢您今天的指导 我回去再对我的配方进行改进 好的 回去慢慢研究吧 好 萧老师 那我也走了 好 你还不走吗 我的进度还很慢 准备自己再琢磨一会儿 这样啊 那你加油哦 萧姨 你慢慢研究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好的萧老师 你先去忙吧 我自己可以的 好 姜佑生 你个蠢货 有天赋有用 所有原料的初始量 我都有记录 我就是要用你的配方 一次次的把你比赛 今天调香比赛 该起床了 闹钟还没响呢 我在睡 我还有事情 就要先走 稳先借给你 好好比赛 我办完事就过来看你 睡相这么超 一点都不输 下注海边的吗 连睡觉姿势都不 宋女生不愧是斯嘉的千金大小姐 太有气质了 今天的比赛对宋女生来说 还不是小菜一碟 她的水平肯定是第一 又生 你来了 比赛正在进行准备阶段 参赛的选手呢 可以休息一会儿 喝点水 吃点东西 一旦比赛开始 到结束之前呢 都不允许进食了 清瑜 来 吃点东西 谢谢妈 妈 又生都没人给她分餐食 不如我们分她一点面包吧 给她吃什么吃 斯嘉好歹养她一段时间 磅上金主了 也不知道替斯嘉说两句好话 这种白耳狼 就活该被饿着 我要了吗 你们谢真 你 小小姐 四爷吩咐我给您送赛前餐食 四爷说 调香食嗅觉是最重要的 所以特地让糕点食 只做不带浓郁香味的食物 但口感和营养都没有被破坏 四爷 他什么时候忙完啊 抱歉小小姐 这个我也不清楚 知道了 谢谢你啊 全国调香大赛 现在正式开始 参赛的选手们 现在可以开始调香了 这两种香水的配料好像啊 确实是 是不是抄袭啊 又是抄袭 向佑生 从今以后 你都别想再进入一条香气 佑生 你和我的配方 怎么会一样 难道 是赛前集训的时候 我怎么就一点都没有提防你呢 我把我配好的配方 就放在桌子上 你看到就拿去用了 小的时候你就爱偷东西 没想到 长大了之后 还是这个 原来是他偷送女神的配方呀 怪不得 我就知道 宋女神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一定是他抄袭 你在说什么呀 我没有和你的配方一样啊 你小香遇到了平静 可以来问我 怎么能用这样的手段 四眼 小小姐肯定是被冤枉的 我家小朋友虽然叛逆 但不会任人欺负 等她需要我的时候 我再说说 终于来了 正好没错过这场好戏 那不是霍氏集团的掌权人吗 听说 他最近收购了 最大的香水公司 这次比赛 也是最大的投资方 那现在闹出 这档的事出来 如果有人证 那抄袭很可能是真的 如果真敢做出这种事 必须从中出发 这么多人在上 就算他是霍西州 也不能强行给江佑车撑鸟 反而可以让他瞧瞧 江佑车多么无耻的下见 只有我 才会站在他的身边 评委老师 佑车真的很喜欢调香 不如就取消他的比赛资格吧 千万不要让他终身禁赛 这就要给我定罪了 你这话 说得未免太早了吧 让人抄袭的前提是 作品足够好 不如就请评委老师 品鉴一下宋心仪的作品 然后再做定夺也不值 这见人在搞什么会儿 确实啊 有几种香料的用法和配比 完全不同 相同的都是很常见的香料 绘状也很正常 不算抄袭 曾佑车居然敢的配方 它是一身形的吗 不过那也很难 虽然集训的时候 没有监控录像 你怎么胡说都可以 但是还有其他人 阿尼这个说法 是不是全世界只要用这种香料的 都是常心的 佑生 你怎么可以颠倒黑白呢 那天在学校还有两名同学 大可以让他们出来作证 我证明 宋心仪的参赛作品 在集训前就已经基本完成 而蒋佑生在学校的时候 就一堆逃课 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调香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偷走了宋心仪的参赛作品 然后略加改编 来参加比赛了 是这样的 我也能证明 佑生 如果你调香遇到了平静 可以来问我 怎么能用这样的手段 用它的配方调制出来的香水 味道极其出色 全对会让人认识的 这关心 我难定 天哪 这香水的后带也太恶心了吧 让人想吐 这是我闻过最难闻的香水了 我宁愿吃屎 怎么可能 是你 你的香水失误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刚才不还说 是我抄心理的吗 哦 还是说 是你偷了我失败的誓言 还收买人 做我证 她刚才说是你 意思那不就是 那香水是交用生调制的 她还真是小偷 还倒打一旁 还香水女神 没想到是这种人 我看你以后 还是叫臭水女神好了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刚刚 我只是太着急口误了 我没想到 我的香水厚调 会是这个样子 那你呢 你的作品 用得好到哪儿去 我的 那就请评委老师品鉴一下 我荣幸之志 不过在此之前 是不是应该给宋心仪的作品打分啊 毕竟这是比赛规矩 不能问 不可以 我刚刚 是失误 这样打分 不够准确 毕竟 我的实力摆在这儿 我认为 是有人陷害我 我申请重新调制 比赛没有规定 再多给一次机会 我同意 宋心仪可是调制出 冬日练歌的 且不论 她是失误 还是抄袭 如果不能和她正面 比试一下 恐怕我就算赢了 也会有正面 看来小丫头早就知道 宋心仪会偷偷 说明这样的事情 很可能成功发生了 既然被抄袭的选手 都已经赞同 那就再给宋心仪一次机会吧 既然如此 那宋心仪 你尽快调制吧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谢谢四爷 去查一下 那款叫冬日练歌的香水 还有松心仪 是 简直完美 这是我近一年 闻过最惊细的味道 我给十分 无论前后中调 都极其丰富和谐 能够带动人的情绪 令人心神迷惊 远胜那些国际大牌的新品 我也给十分 请问 她的那个配方布调 不是想让人碰到 难道从头到尾 她都在给我下套 加油 这味道可一般 大街上随处可见 我给四分 花香调过于甜腻 一般般吧 太大众化了 我给三分 不可能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宋女神 从开始到现在 你已经污蔑我抄袭一次 用史无前例地 重新调制了一次 但是都输了 你还想开背什么仙红 就是啊 都多给一次机会还这样 就算是垫底 也对其他选手不公平啊 冬日炼歌 真的是宋心仪调的吗 就这水平 连普通学生都比不过 不会连冬日炼歌的配方 也是偷的吧 宋心仪 看清楚了吗 你的实力根本不配当调香师 六年了 小偷 这两个字我还给你 你只配偷我不要的东西 你宋心仪这辈子 注定是我的手下败奖 你宋心仪这辈子 都注定是我的手下败奖 你给我闭嘴 现日不可能有人得满饭 使你收买了评委 还不是靠着混血 江右手 无疑是这次比赛的冠军 如此有调香天赋的日子 岂能是你说动就动我 好安 恭喜你江小姐 根据规则 比赛冠军的作品 会直接和主办方单位签约 投入生产和推广 那会有很多分红吗 那当然了 江右手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放开我 霍叔叔 你是什么时候投资的香水旗啊 今天在忙的事情 也是跟这个有关吧 是的 从你开始认真调香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这个打算了 想赚钱 我给你的不够你花 够 我只是想要赚钱回报你 虽然你也不缺钱 但是这是我唯一能想的办法 你都已经这么优秀了 已经是对我的报答 不过 既然你这么真心实意的话 换个报答的方式也不错 是吗 你 你怎么能要 这种 这种报答不可以 哪种 以身相许吗 今天早上我接了你一次吻 根据条件 我可以索回三次 什么以身相许 我可什么都没说 小财迷 看看合同 签字吧 我还有事 我先回家了 今天晚上在皇朝 我帮你庆祝 时间轻轻的时候 一次比一次心跳快 难道 我喜欢上大文文吗 不行 这简直到半天刚 管不了条项了 我得起快找计划 取消这个合作 你居然输了比赛 还闹了这么大的笑话 四家的脸都让你丢光了 妈 一把刚来电话 因为你 都是练歌的合约没了 几千万的盈利都没了 怎么会这样 从今天开始 你跟我去喝酒应酬 要是哪个大老板看上了你 你就跟着人家吧 毕竟四家亏损的厉害 你也总不要帮点忙 妈 我求你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妈 你韩哥还没有找到吗 我加钱 两天之内 我要他全部的联系方式 想要是什么 是你逼我的 我一定要回来 今天是为了庆祝你 夺得冠军 才允许你喝酒的 但是你不能多喝啊 小气管 那你可粗快四爷了 他呀 难道 还有别的惊喜 没有 西周为了你 特地找了圈子里的几个朋友 过来热场子 怎么还没来 难不成 这群人这么不给面子吗 这几天忙着比赛 都忘了查上次拿到的名单 正好几天是很联 这样的话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那天晚上的人 可是 找到了又该怎么办 少喝点 你看啊 这可是西周特意为你准备的 喜欢吗 喜欢 我很喜欢 我也是有家长 送花送蛋糕的孩子了 这个也是送给我的吗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说 这个呀 是你乖乖上课 认真比赛的奖励 只要你以后呢 努力学习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送给你 只要你开口 来 我叔叔对我太好了 如果他知道 我和外面的男人发生关系 会不会对我很失望 怎么了 我没什么 我就是太感动了 从来没有人 为我做过这些 我 我去到洗手间 居然敢动成这样 看来 以后要再对他好一点 西周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但我有话要跟你说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你回国那晚的女孩 我找到了 就是她 何 何先生 那天我去参加毕业聚会 去洗手间的时候 恰巧碰到 有证据吗 有人拍下了视频 只要西周放弃江有声 我就还有机会 我 我不需要补偿的 只是 那晚是我的第一次 如果可以的话 请允许我和你在一起试试他 是啊 我明明在他身上见过文和的 而且我也 没有什么机会难过 那个女孩 我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 怎么会 我怎么不知道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以为 你带着她来找我 我不知道你的目的 黎如熙 你的手伸得太长 西周 我只是找错了人 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我会通知李家 把你送出国 去留学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遇见 西周 你不要赶我走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江有声 是他脚步了我们的关系 不要用你肮脏的思想 去揣渡他 如果让我知道 你再敢为难他的我 我会不记耐着的 让整个李家 从帝都彻底消失 西周 这么多年 我一直 怎么还没回来 霍叔叔 朋友找我亲主 我先走了 朋友 什么朋友比我还重要 叶元 去给我查 江有声到底去哪了 他跟谁去庆祝了 如果他找到女朋友 我是不是应该是向你 尽快搬出去 江有声 你不是早就想独立了吗 为什么现在又不舍得了呢 他养了你六年 我总不能一直吃他的 助他的 还赖着不走啊 这是给我的 谢谢郭叔叔 刚才还不是说我一句 闷闷不乐吗 怎么看到车子 都行 就知道叫人 我一直都知道叫 我可是很有礼貌的 我说说 你要去哪儿 霍叔叔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给你发消息了吗 你没看见 朋友找你来庆祝 嗯 那为什么在大街上醒过 朋友呢 他 临时有事 哼 竟然敢放我鸽子 可恶 根本没有人找我 什么事 我说过 你遇到什么困扰 不用很仔细 我可以跟你 我叔叔 关于那个合作 想要更多分合 这不是什么大事 一会儿让叶远 重新你分合他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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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红二年 用不着弄成这样 小菜了 别闹别扭了 我给你买份冰激凉吃 我给你买份冰激凉凉 他小姐的瓜子 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但如果是要让开 我不允许 翻拱 有 amongst you 我毕竟是 你输人 还在他 一口感到对 霍叔叔 晚安 我要再想霍喜洲了 我要尽快找到那个男人 我要谈恋爱 反正霍喜洲都要有女朋友了 管不了我 手机呢 从霍喜洲电脑上考下他的名单啊在哪 不是不搭理我 偷看我干什么 谁说 利用完我 比赛得了第一 就对我冷淡了 你别忘了 你还欠我两次 我给你搬清楚夜 你中途落跑 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那还不是因为你 我去睡觉了 因为我 这丫头又在想什么呢 只能按照名单 查皇朝门口的监控 在筛选调没有在皇朝留宿的人 应该 很快就能找到那个男人吧 喂 你好 有声 是我 玉寒哥 玉寒哥 我知道你在找我 如果你现在有空的话 可以来见我吗 我们谈谈 好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马上过来 四眼 根据调查资料显示 宋星仪根本就没有 外界传言的调香实力 冬日炼哥那款香水 极有可能是小小姐的作品 她果然不是第一次 偷我家小朋友的东西 生日当年 从私家被赶出来的时候 恐怕也是她的作品 叶元 我要私家 彻底破 是 那是小小姐吗 这么晚溜出去 是有什么事 玉寒哥 你在吗 我说 进来吧 你坐 我这边条件不好 你别介意啊 不会 你忘了 我们都是从工人院出来的 怎么会嫌弃 我听说 你被有钱人家收养了 我替你感到高兴 我怕你来我这儿 不太习惯 真的没关系 倒是你 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我被收养之后不久 养父就生病了 这边花了很多钱 杨母 觉得日子过不下去 就离婚走了 所以我从小就辍学打工 我没跟你们联系 是怕你们担心 是怕你们担心我 那你这些年 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我要是能早点找到你就好了 不过没关系 我现在能赚钱了 我可以带你一起 你就不用过这样的日子了 有件事 我一直想跟你说 有声 我从小就很喜欢你 我这些年心思都没变过 我知道我现在配不上你 我会努力赚钱工作 你 你能跟我在一起吗 对不起啊 我跟你 没有男女之间那种感情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哥哥 小生 你别着急拒绝我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 你现在受惠刚才说过的话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 我是真心的 我这些年吃了多少苦 我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一想到你 我就有了动力 你不让自己变成一个 有用的人 就为了能重新站在你面前 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强述的 更何况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喜欢的人 难道是那个包养你的叔叔 有声 我知道你不想再吃苦了 但你不能这么堕落下去 给有钱人当情人 能有什么好下场 是谁告诉你这些的 你给我下药了 是我都是为了你好 我不能看着你走上这条弯落 人可以穷 但不能没有志气 给别人下药就有志气了 是不是松心仪先一步找到你 告诉你这些的 你别的骗了 当年我和他一起被私家收养了 他为了毒香宠来 无限我是小偷 害我被赶出私家 是火锡中收留我六年 又生 你怎么能污蔑我呢 韩哥哥 又生 他既然能做出被人包养这种事 他的品行可想而知 他已经不是你记忆中的那个小女孩了 我也劝过他很多次 可是反而让他更反感我 有什么 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因为霍西州 是他强迫威胁你了 是不是 他不是那样的人 你不该相信他 是他 冬日连哥的配方就是偷的我的 今天白天比赛 他还想顾及重拭 网上可以搜到现场的视频 你要是还不信 可以问问洛北 他靠着有金主包养 在商场 一出手就是三千多万 还给了洛北那么多钱 洛北肯定是站在他这边的 三千多万 如果是单纯的收留的话 怎么会给又生这么多钱 又生 他现在有些执迷不悟 韩哥哥 能帮他的 只有你了 严实 就算你恨我 我也不能让你这么堕落下去了 严肖 你就因为送信一几句挑唆的话 你就认为我是这样的人 你知不知道他的 你不要再说了 心意他找到我 知道了我的难处之后 他帮我爸付了剩下来所有的医药费 他这么善良 你竟然还诋毁他 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 你们给我吓得到底是什么药 韩哥哥 如果又生能跟你在一块的话 假以时日 他一定能明白我们的苦心 也能明白你的心意 严肠 别恨我 这么做的是为了你好 只要我得到你 你跟我好好过日子 我相信你 你一定能找回自己的出心的 你们这么做是犯法的 韩哥 现在提示还来得及 江又生 你凭什么跟霍西周在一起 你不 爱 你知道我想这一天想多久吗 有啥 我是真心喜欢你啊 韩哥 别让我恨你 我会好好照顾你 我一定让你改学回账 放开 我们可是一起在孤儿园长大的 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的两口用心 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一番歌了 放开我 江又生 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你这副恶心淋荡的样子 我不相信霍西周不厌弃 霍西周 我其中 宋心淋 江又生的 你把它怎么样了 我没有 放开我 放开 霍叔叔 你受伤了 我带你去医院 这不是我的心 霍叔叔 带我走 走 叶元 出来这里 是 宋心仪 玉涵哥 你们对小小姐做的一切都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带他们去警局 我没错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又生 江又生 凭什么所有人都要帮着你 凭什么 郭西周 他就是个贱人 他早就不欺败了 好嘴统生 带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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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我好热 盛儿 你知道我是钱猫 你确定 我叔叔 我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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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儿 我都干了什么 你干什么这么紧扬 你该不会想当成意外 不想对我负责吧 本来就是因为 那你说你喜欢我呢 谁说了 我不记得 你自己不情不楚的跟外边的女人睡 还我负责 外面的女人 黎阿姨 李阿姨跟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霍叔叔 夺得人家第一次 真是好严 因为吃错才不理我呢 确实是第一次 不过不是他 是你 我 你不是从我电脑里面调出名单了吗 还没闪到 我这两天太忙了 还没来得及查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这是你那天弄的晚痕 到现在还有 小查理 不可能 我要亲自去查验 一会去查 先对我负责 你可是我的霍叔叔 以后叫我洗手 善儿 想想我 难道不应该先从男女朋友开始吗 这就同意了 嗯